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意。 最该反省的,也是嘴,能管住自己的嘴,就等于守住了自己的福。 01,看穿不拆穿,看破不说破,有道是,莫说他人短语长,说来说去自招殃,若能闭口身藏蛇,便是修行第一方。 02,管好自己的嘴,别说伤人的话,计约,惹祸只因咸口舌,招迁多为狠心肠,有个人从深山里捡回一只小狗熊。 从小养到大,关系十分亲密,有一天,这个狗熊把邻居家的一片玉米糟蹋了,邻居上门索赔,他很生气,拿起棍子狠狠地揍了狗熊一顿,边打还边骂道,畜生就是畜生,我白养你这么多年,打完后,他就把狗熊赶走了,可到了第二天。 他已经后悔了,于是去找狗熊,这时,狗熊已经进了后山,他怎么找也找不到,过了很久,他上山打猎的时候,碰到了一只老虎,手无寸铁的他认命地闭上了眼睛,等待死亡的到来,就在这时,他突然听到了搏斗的声音,睁眼一看。 原来是那只狗熊来救他了,狗熊赶跑了老虎,他高兴地上前,爱抚着狗熊说道,太好了,我终于找到你了,上次打你还疼吗?你跟我回去吧。 狗熊却说,早就不疼了,但是你的那些话还刻在我的心里,让我很疼很疼。 说完,就头也不回地走了,言语最是伤人心,特别是那些在意我们的人,我们的言语变成了无形的利刃,能刺痛他们的心,受伤的往往是我们亲近的人,而不是陌生人,说话尖酸刻薄,失了口德的人,福报自然会折损。 一个人,运气好不好,看看口德就知道了,因果不饶人,说出什么话,就会得什么果。 所以,佛经常讲,言词要柔软,凡是伤害别人的话,不说,要知道,人都是相互的,伤害了别人的人,日后也会受到伤害,嘴巴留得,才能留住福报。 零三,抱怨,只会更加不幸,十曰,心瘫极度口禅言,十恶随身毁善根,年轻人向燃灯似的世纪大师抱怨道, 我只是读书更作,不招是非,不传不闻流言蜚语,可为什么总是有人恶意诽谤我呢?我实在受不了了。 想顿入空门,已避红尘,请大师收留我。 世纪大师听完微微一笑,师主别急,剪一片净叶就可知你未来。 于是,世纪从菩提树上摘下一枚菩提叶,带着年轻人来到一条小溪边,又吩咐小和尚提来一个桶,木桶到了。 大师拿着树叶说,师主不惹是非,就像我手中这枚净叶,说着,便将叶子丢进桶里,又说,可如今师主惨遭诽谤,身陷诋毁,就如身陷这桶底之叶,年轻人点点头,大师又把水桶放到西边的一块岩石上,摇起一瓢水说,这是对师主的一句,诽谤。 企图是打沉你,说着,将水倒进水桶中,桶里的树叶随水荡了又荡,随后静静地飘在了水面上,一条接着一条,这是外界不停的恶语,可树叶却毫发无损,只是水深了,树叶离桶口越发地近了。 世纪大师望着树叶感叹说,再有一些飞语和诽谤,就更妙了。 年轻人不解,大师又摇起两条水浇到桶中的树叶上,瞬间桶水四溢,树叶也随之溢了出来,飘到了桶下的溪流里,然后随着溪流飘走了。 世纪大师说,流言飞语帮着梅静叶离开陷阱,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,年轻人恍然大悟。 一梅静叶是永远不会沉入水底的,那些诽谤和诋毁只会让纯净的心灵讨喜得更加纯净。 抱怨,是这个世上最无用的东西,那是在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。 抱怨的话,不说,抱怨,对彼此都没有任何好处,你的诉苦,改变不了现状。 却破坏了彼此间的心情,只有转念,才能放下,想要跳出困境,靠的不是抱怨,而是行动,人这一辈子,抱怨的话说多了,心趋向自私,福报和好运就这样远离。 怨天尤人的人,从来不懂,命好不好不在天,而在人,做人,千万要管好自己的嘴。 有些话说得越多,将来的苦难也就越多,人生在世,修炼好自己的口德,才能有运气。 命不好的人,往往是因为嘴不好。